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冲到我的负责 不管是结果好还是不好 我就要求你在现场 特别特别真实地留意你的情感 尽力就不害怕了 好不好 加油吗 加油 沉默就是最大的罪恶 所以我选择发生 各位老师 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金卫坤 卫坤 在这里你是安全的 准备好了吗 卫坤 准备好了 金卫坤 这个舞台是你的 现在你说 我们听 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事 你们害怕什么 怕蛇 怕黑 还是怕鬼 你们怕的 我都不怕 但我最害怕的事是 照镜子 因为每次照镜子 我看到的都是陌生的脸 没错 我整过容 十次 十七项整形手术 那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这张脸 眼睛 鼻子 颧骨 下额脚 下巴 全都动过刀 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我的脸 我的鼻子 眼睛 下巴 我的旧我 全都是假的 假的 包括耳朵 还好 我耳朵 是真的 为什么要整容 说起当初整形的原因 其实真的挺让人难以启齿的 因为我 胸太大了 从十六岁开始 我就经常 被人起一大堆奇怪的外号 走到街上的时候 老被人这样指指点点 我没有穿过吊在山 没有下过水 没有游过泳 甚至连跑步 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了整形 我希望能通过整形手术 摆脱腹类 能像普通女孩一样 穿上漂亮的衣服 去过正常的生活 但我没想到 却成了我噩梦的开始 当绷带猜除那一刻 我看到的是发黑的胸部 因为乳腺阻止的坏死 我必须每天进出手术室 仍受医生 用刀子在我身上割取 组织的疼痛 因为伤口没有办法愈合 我四处求医 真的我找遍了所有的医生 他们都束手无策 他们跟我说 切除胸部吧 但是我那时才23岁 23岁 以后我要怎么活下去 我不知道 在我人生陷入 最最绝境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道 韩国整形真人秀节目 里面有一个案例 跟我的情况特别相似 但是修复得特别特别好 那一刻我觉得我有救了 随即我报名参加了 号称那档节目的中国版 并且幸运地被选中了 我永远都记得 2013年12月9号 专家握着我的手跟我说 我可以帮你修复胸部 而且还要给你一张 完美的脸 那一刻我真的 我激动万分 就像黑眼中抓住了 救命稻草一样 可我没有想过 要动我自己的脸 但节目组告诉我说 我们这个节目 会在中韩两国 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播出 然后我们会把你 签给韩国最大的造星公司 推你出道 你就会像节目里 其他的女孩一样 华丽蜕变 成为明星 这对于从小就热爱表演 但却苦于没有机会的我来说 简直是超级大乐透 那一刻我就被诱惑了 随后我经历了三次手术 我以为熬过了痛苦的恢复期 三个月 我可以拆掉纱布 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看到一个美丽的仙女 但出现在我眼前的 却是一张完全扭曲的脸 鼻子和下巴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歪着 下嘴唇不受控制的向右牵扯 整个下巴都是麻木的 的确是仙女 是脸仙着地的仙女 从那以后为了修复 我不得不又进行了多次的手术 这次录制之前 我刚完成第四次修复 现在的脸都还在肿着 我常常担心自己的脸会出问题 因为我脸上的骨头全部被截开过 现在靠钉子固定着 有十二颗 人多的时候我下意识地躲开 我特别担心万一谁跑过来撞到我 我的鼻子会歪了 我的脸会塌了 从2011年整形到现在 五年了 这五年里 我不敢见朋友 我没有办法工作 所有与女孩美丽有关的东西 跟我都没了关系 女人最美好的几年青春 全挣扎在维权和修复上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个案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 近十年来 我国每年因整形美容 导致毁形的案例多达两万起 我接受过近千人的咨询 我帮助过27个人维权 我看到过 有人因为手术失败成了植物人 我看到过 有人因为整形失败 19岁选择了自杀 还有很多很多 我每每提起来都会很揪心的 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我不反对整容 但是我希望大家想清楚 你们真的可以坚强到 能够承受整形失败 为你们带来的痛苦吗 我相信在场没有几个人敢说 你比我更坚强 今天你们看到的近卫坤 十四进出手术室 十七项整形手术 我脸上的骨头全部被拆开 又重新接上过 身上的皮肤组织 无数次地被抽取 切开 可以说我经历了 从人到鬼 又从鬼到人的过程 除了忍受身体的伤痛 我还要忍受来自心理上的 折磨和煎熬 去维权 被恐吓威胁 设计陷害 被无缘无故 带到警察局 在异国的街头 在众人的围观中 他们用听不懂的语言诋毁我 而我就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 流着眼泪 只能面对大家的指指点点 我已经记不清 我有多少次想要自杀 爬上医院的窗台 又被妈妈拽了回来 我相信 以上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可能摧毁你 如果你还是想整个 当然可以 那是你的权利 但是我真的想问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 你想从述脸型 那请你做好 至少要在脸上 相入十二颗钉子的准备 如果 你想要完美的下巴 那请你做好 双颚手术失败后 有可能失去咀嚼功能 一辈子只能吃流食的准备 如果 你想要双眼皮 那请你做好 有可能双眼手术 失败之后 你的双眼无法闭合 只能睁着眼睛睡觉的准备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那我劝你最好放弃 你不要以为 那些数前告知同意书上 写的医疗风险 只是走个过场 那些经过你签字同意 白纸黑字的医疗风险 它真的会发生 并且全部发生在了我身上 如果 这一切你都能接受的话 亲爱的 我相信 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什么 你不能接受的事了 包括那张 你并不满意 但却健康 天然的脸 谢谢 谢谢